前后三名工资总计 前后三名 所以呢 前后 那所以前的话 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Large 用Large呢 这个是Large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三大 那第三大就是这个薪资 那当然第三小 就是 特别主要 大跟小你可以按数字 K的话指的就是第几 这个是最small的 最小的 然后第二的 有没有 以此类推 它会自动帮你去抓 这个阵列里面 哪一个数 哪一个数字最小 或者是第几 比如说我这边第三的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知道Large 等于是最 不是最大的 是第三大的 这个是第三小的 OK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呢 要统计 我们可以分开两个 一个是先统计大的 再统计小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插入环数里面 用最近使用过的 Sumif 然后Large的话 一样指这个范围 对 那criteria的话 我要怎么抓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呢 把你想说直接把最 这个第三大的 可是我不是要它 我是要什么 我要抓的是 大于 而且要等于 因为它第三嘛 对 OK 所以呢 我的条件呢 基本上哦 这个时候呢 就前面 criteria前面要给它什么 大于 等于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符号 因为将来 它会变成一个字串 所以呢 你要跟它组的话 请记得哦 一定要先 也要利用之前讲过的 前后双引号 一定要给它 中间要加一个什么呢 end串接符号 OK 就是在这里 基本上它也是 所以你会发现 串完之后 有没有 大于等于 后面就出现 我们要的 那这个跟我们之前 直接打上去的 道理差不多 只是说 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变数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把这个公式 拿到这边来 也是可以啦 反正最后 我就是要这个结果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最 那个 不是最大 就是 前面的 最最高的那三个人的加总 就是这个 这个薪资 OK 好 那我们已经有 前面的三个了 按确定 那后面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怎么样 再把它用加的 然后呢 公式怎么样 干脆把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来 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这里 把这个改一下 有没有 等于是 大于等于 他应该是小于 所以方向改一下 小于等于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 小于等于 最小的 那一个 那就 要加等于 最小 第二小 第三 OK 好 那把它打勾 这样的话加起来 就是会是 他前三 跟后三的一个结果 当然如果说 因为我这次分开来做 先做large 再做small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整个放进来 当然也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放在哪里呢 这个F3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 你可以 再插入函数一下 你还可以 把这个贴过来 有没有 贴到这边 也是OK的 不过 看你 有的时候 我的习惯 你当然 一次OK 看得懂 但有些同学 可能一次 全部做完之后 发现可能公式太复杂了 这样没有变吧 这个呢 这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取消一下 放在哪里呢 放在F3 贴上 打勾就可以了 结果应该会一样 那另外 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 你3 range没有 其实3 range 跟range 如果是一样的话 这个可以 可以空白 那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加上去 可以啊 加上去 结果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你range 判断的范围 跟要加总的范围 是一样的话 那特别重要 这个可以省略掉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 多学了一个叫 Ludge 这个是统计的 一个small 抓最大的 跟抓最小的 OK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可以盖一下 试图 试图